好,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章,罐词,Les Articles。 好,我们要复习的内容有这些啊,首先是定罐词,不定罐词,缩合罐词,罐词的省略,以及最后有部分罐词。 那在法语当中呢,我们的罐词有九个分三类,也就是定罐词,指的是这个那个,这些那些,OK,特指的,啊,这叫le la la,然后呢,是不定罐词,有三个,就一个一些,叫做a,une de, 最后呢,是三个部分罐词,用来修饰的是抽象的名词,或者是不可数的名词,叫做le, de la,和de,然后呢,讲到这个罐词的省略和缩合,好,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先来看定罐词,好,定罐词就是三个le, la, les,注意le, la,遇到原音开头,或者是雅音,二十开头的名词的时候需要省音,在我们最初级的同学,呃,在学习法语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忘记省音,或者是联读和联诵,要注意要法语当中,这个读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呃,有时候呢,会因为发音的问题,去做出语法的改变和调整,你像这些都是为了发音而做出的调整,还一定要记住有关发音的这些调整啊,好,例如,刚才讲的le la,省音的情况, l'étudiant,男大学生,l'étudiant,女大学生,l'hôpital,医院,l'heure,时间,哎,这些都是因为原音开头,或者是雅音,二十开头的情况,哎,就要进行省音了,好,再看,那么这个,呃,定罐词有哪些用途呢? 啊,那么定罐词一般来说,我们指的是那个那些,但实际上还有一些更广泛的使用,呃,通过一个小意思,还不能够完全的涵盖,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呃,呃,第一种情况呢,它是用在被限定的这个名词前面,例如, C'est le livre de Christine, c'est la voiture de Charles,这是Christine的书,这是Charles的车,我不是说随便一本书或随便一辆车,而是某个人的,啊,是受到了限定的,其实就是特指的一种情况,啊,这是他的车,啊,这个不是随便的一辆车,好,受在,这个用在受限定的名词的前面,好,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上文提到了,哎, 我这次再提一遍,我们双方心知肚明, C'est une belle voiture,这辆车真漂亮, La voiture est à Monsieur Dubon,好,上文提到了,这是一辆漂亮的车,就是这辆车,它是 Monsieur Dubon的,指在上文提过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特指了,我指的不是随便一辆车,就是我刚才提到了这辆车,好,看这个, C'est le professeur de la deuxième année,这是二年级的老师,好,这不是一年级的,二年级的,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限定, OK,说,这个不是随便一个老师,是二年级的老师,也可以说,这个老师实际上是我们双方都知道的,你说的是哪个,我心知肚明,哎,这个时候也应该用定官词, Le directeur est malade,这个主任病了,我们一提都知道,就是咱们的主任呗,这就明白了,好, ce sont les étudiants de la première année,这跟第二句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二年级的老师,一年级的学生,一样,可以当作限定, 也可以当作,哎,我们双方都先知肚明,是美先,好,那第二,第三种呢,我们说的是,表示独一无二的事物, 比如说,太阳啊,地球啊,月亮啊,海洋啊,哎,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一旦提起来,就用定官词, Le soleil est,太阳, la terre,地球, la lune,月亮, le soleil est sur la baleste,太阳,从东方升起, 第四种非常重要,也很容易被忽略,就是指整体的, J'aime beaucoup le café,我非常喜欢喝咖啡,好,我喜欢的是咖啡,那么在这儿呢,咖啡作为一类东西, 对吧,成了我喜欢的对象,所以它表示的是一个东西的整体,一类, 好,在我们做练习之前,我们先回忆一下刚才的le la lune,都用到了哪些情况啊, 第一种呢,总之它就是表特质,对不对,好,上文提到了,我再说一遍, 或者后边有一个de,进行了一个限定,二年级的老师,小明的书,OK, 好,然后呢,这个表示的是一个种类,表示的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练习了,OK,那做这个练习, 很明确的,里面都应该用le la lune这三个定管词, 但是要求大家能够说得出来,分别这个定管词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为什么会用在这里用定管词呢,好,可以暂停一下, 自己一边填,一边想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好,下面呢, 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做啊, 这一部电影,好,这个电影很好,这是指代前文提过的事情, Anne et la femme de Pierre,Anne是Pierre的妻子, 这是有限定的,这是指代前文的,好, La carte de visite est d'un monsieur Martin,好, 这个,这一张名片是属于 monsieur Martin的, 那么这实际上是指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好,j'aime le café,我喜欢,café,il aime le café,表示整体, il aime le français,好,这个是语言啊, 语言呢,通通都应该前面加le,加语言, 那在这儿呢,多说一句啊,差出来多说一句, 很多同学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会对国家,国籍,人和语言,因为用的词非常的像啊, 就有点搞不清楚,我在这儿稍微说一下, 国家呢,在法语当中是分阴阳性的, 那么所有的国家前面要求的用定管词,对吧, 比如说,la france,好,法国, 那如果是法国人呢,因为法国是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呢,应该用第一个字母大写, 如果是法国人,依然是个专有名词, 哪个国家哪个人都是专有名词, francais,那我说un français, 那如果一旦这个小写了, 它就不再是一个专有名词了, 不是指国家,不是指人, 它是指前面加le的话, 这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说的语言了, le français,法语, 另外呢,就是francais单独使用的情况, 例如,这是francais, francaise, 好,表示法国的,是个形容词, 比如la culture française, 法国的文化,对吧, 好,la francais, 法国的艺术, 好,那大家清楚了, 这就是跟那个国籍语言, 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词的变化, 所以他喜欢法语, 就用le, il aime le français, 好,下面, j'aime,我喜欢法国, j'aime la francais, je suis dans le court of d'espagnol, 我在上西班牙语课, 双方心知肚明的, 当然也可以是这儿有一个限定了, 好,说那个人呢, 在一间, 在那个咖啡厅里的那个人呢, 是他的这个丈夫, 那你可以说, l'homme dans le café, 好, et son mari, 那个咖啡厅里坐着的那个男人, 就是实际上是特指的, 好,et son mari, 下面一个, le ciel est bleu, la mer est bleu, 天空是蓝的, 海洋是蓝的, 这是独一无二的事情,